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回來最後一節的一級錯馬方程式 第二節,Simon說明天馬場四大名步 莫雷拉、潘頓、梁家俊和毛衍東 我這場選擇的馬丹都是出自四大名步的首筆 就是尾場3,400米 這場看起來有什麼馬會快放呢? 我猜都是一隻古惑會放 但這隻古惑的確是很古惑 唉,會無緣無故慢 然後一在外面就會很不規矩 很暖龍的馬來的 那不要搞了 不如選一隻穩陣一點 都靈紅星熱就熱一點 但你看看他 其實這兩場走勢已經逐步逐步有些很不錯的走勢 給大家看 不如看他前一場怎麼跑 這場是今季最差的一場3,400米的步陣 情況就跟之前谷草有場加州勇將贏的一場 都會忽然間有些這麼笨的對手 那場的都靈紅星大熱門排一檔用潘頓 那場梁家俊停賽 誰不知他一檔就出事了 看看粉紅衣這隻都靈紅星入到直路如何 跟著一隻萬利高 旁邊有一隻多快樂 沒有位置 裡面還有一隻精算閃擊在這裡 惹來惹去 終於惹到個位望空 跟著一隻精算閃擊 沒有位置 移進去 旁邊有一隻輝廠 旁邊還有一隻 牛禎在前面 這個位置窄到 你看前面 回到前一點 真是很好笑 你待會看 他左邊的精算閃擊 手想打邊也打不到 你看這裡很好笑 這個位置想上來怎麼上 你看 一個端頭打到馬上 最後 他被他捐到上來 鑽得來也遲 你看這裡 喂 這裡最後的50 才看空 看空 看空50 撲到第四 真是這場爆了 沒辦法的 因為這隻都靈紅星跑成這樣 結果是連技之星贏 第二是牛禎 第三是深奧 他跑過耿頸四 回來 好 可以回來 跑完這場 梁家俊停賽復出 那場又 撿過一檔起步 我自己拿他來攻擊 為什麼呢 因為那場的水準 比這場好得多 你又看他上一場排的一檔 如何走位 積極的 你看看梁家俊 那場 擺在這裏 都是貼難省位的 未轉彎 移定出二檔 這裏 小小西開 外面那隻應該是大美人 西開他 轉彎之前二檔 三檔 入直路 確保他望空 衝不衝得到呢 就另計 現在後面 有隻白衫的常兵上石 捕著他 這裡移出來望空 跟著外面有一隻睡眠大學 大外當了一隻勇闖者 這裡 他直路已經是 即是你見梁家俊都打得很盡 要贏那隻睡眠大學 勇闖者是沒有難度的 不過 那隻常兵常勝 底質是相當好 再加上1400米的路程性能 也是好的 最後 輸了一點回來 這裡 打算拋掉 最後幾步 都能紅星撲回一點點 過就過不了 但輸的距離 其實是短的 可以回來 這次排七檔 你看看這場有甚麼馬會走 我自己數下去 只有股額會走 七檔希望早段 擺對位置跑 我覺得這場有機會可以贏馬 那就選擇了膽 腳拖哪隻 古惑 不能夠拿他來攻擊 你攻擊他 只是在獨贏方面 不要搞他 上一場 黃金機會 又是抽藥組 你看看他怎麼跑 一出閘 錄檔的 這隻古惑 這場的對手 是超級差的 一出閘 他自己輸自己 針一針 然後又篩了出去 這組有甚麼對手 藍衣 澳風雲 隔壁可愛 補黃衣 牛精聰明 他貼在貼欄的位置 前面有隻鑽式飛龍 放彈的猛廠 外面上蒲腹滿 大外當金太陽 後面成材 這隻白衣是奇真 糟糕 這隻馬過往要自己擺在前面走 你看看 沿路雷神 捉雞 這麼捉 薑誠這麼好 都弄得上了 你看看 他前面那隻 前面那隻鑽式飛龍 都是這樣的 為什麼 那隻白衣的猛廠 慢放 你看看他這裡 一邊抽 他跟前面那隻鑽式飛龍 好像亨蝦義仗 合唱 你看看 嘩 弄不定 那些薑口 這隻馬過的薑口 很敏感 一出閘 一出閘 其實你買了毒 人都知道 一壓汗 這裡移定出去 因為開始有些位 望空 隻馬就好些了 但入到直路 另外一個惡夢開始 這裡跟著的奇真 奇真裡面 和尚無福滿中間有個位置 你看騎師的肢體動作 很想他移出 奇真旁邊的位置 隻馬又片 打右邊 你看看騎師的平行四邊形的腳 就知道這隻馬 即是想閃進去 騎師拿身去遷就 你看 繼續遷就 繼續打右手邊 抽著姜誠 這隻馬還會閃進去 嘩 大哥 錯了 其實 跑馬 什麼叫制禦 這些就是 你一出閘 沒了制禦 你莫雷拉 我懶你 你世界級高手 隻馬就是不聽洗就不聽洗 最後 這隻十六元就輸了回來 可以回來 但你又看這場 你可能說 今次宿程 十三檔 那怎麼辦 但他前速夠快 你看這一組 最快的 寬樂一生在他外面 竟然 即是你好像抽屁排到大碎 你抽一隻 戒指五兩月輸 旁邊抽一隻梅花三 那些這樣的個案 另外有一隻塊 萬利高 其實兩隻馬都有機會 等在前面走 那隻十二檔 一齊一出閘 這隻馬 如果能貼到一條籃 那個威力是最強的 看看有沒有機會做得到 你清馬清實力夠的 他搞來搞去 都是他的僵口搞不好 那就拖了一腳 再挑選一下問題馬 十三號的老友威威 你見他上季1200米 贏過兩場 今季葉楚行很多馬都是 他覺得評分不夠 一路跑些不適合的路程減分 上一場 跑直路賽 那你又看看他直路賽那場 跑得如何 黃三這隻就是老友威威 一路跟著呢 前面有隻長勝進區 那你見劉維銘 看看外面有隻 醒提飛 大哥 這裏打了困籠 這裏大武士放頭 外面白聖龍鐵外蘭 運來寶寶 在後面 長勝進區前面 醒提飛 那這裏沒有位置 移進去 入和出都是一樣的 接著呢 那隻長勝進區 硬硬硬硬的 再移出 接著這隻白聖龍 醒提飛 中間 這裏 按住 這裏有少許位置 但是騎士呢 這裏才騎少許 過終點 但是這樣就罰了六天了 你看看這個鏡頭 裏面有少許位置讓他走的 那你說他是不是真的沒有全力去騎呢 也都是的 但是全程都失失劫劫的 那如果他不失劫呢 其實在這裏可能已經有機會跑過第三名 我覺得他有機會過了 那隻白聖龍也不出奇 可以回來 那你說青路程聖能 這次跑千四當然不夠千二號 但是這些碼呢 都要先選擇 情況就好像剛剛 星期三晚上那隻瑞德福 拋泥地 喂大哥十四檔都跑得好 你突然間撿過一檔 你怎樣都要兼顧 那類型的馬分減了很多 減了十幾分 除非你說 馬房覺得 哦不是哦 我要減多落四班才動 那就另計了 但是很不幸 賴維銘今天復出 這隻馬就跌了下去 田泰安那裏 這隻馬都是留後擠一段的馬 排到十檔呢 早段都是落後一點的 你看看那些古惑啊 萬利高的組團怎樣互動 但是你計算的步速 就不會快的 看看這隻老幼威威呢 有沒有機會 上來跑些三三四四 都可以分一下 最後一隻 四號的神龍驅這隻 都不能夠忽視 上場九十九倍 你看他 你看神糟片 你就知道了 這隻馬過了終點 有隻移象馬 放著他 帶他回家 就是還未斷奶 坐保母車的馬仔 上一場 已經有些走勢 給大家看到 不如看看他上一場 就怎樣跑了 現在樓後 尾三的 這隻黃黃色衣服 神龍驅 前面有隻 都靈紅 不是都靈紅 這隻 起登閒來的 移出去 有馬奇才 好力王那些 這裡 打困籠 那怎樣呢 移入一格 這裡 捱著一隻 好力王上出 前面 有隻 起登閒 這裡看空了 打下去 其實有些 其實有些 外面那隻 鶴下本身是衝到行的 最後 上來就 均速一點點 他跟裡面貼 內蘭的萬利高 差不多位 但你又再對比 好力王在三班 情況都可以經常入位 你這隻馬這麼自亂 九十幾個問題都未搞定 已經跑到這個水準 當然你說 鶴下本身萬集 我不可以 計算 他跟鶴下本身的距離很近 因為真正的實力 他如果不萬集 應該 再不扔出去 我想兩隻馬角的距離 應該多了一個半馬位 但是 他拍得住三班的中堅 很力王 我覺得 這隻馬的表現 的確不錯 可以回來 這場 試試跑 繼續跑回千四 李保利 李保利 也繼續騎八檔 組斷也會更厚 看組斷的流放 擺到什麼位置 入直路 可以折一折 這些馬 我覺得 如果有二倍左右 可以想一想 四龍彩腳 這些馬要拖 好 看這場的推介 六號 刀凌雄星造膽 腳拖二號 古惑 十三號 老幼威威 四號 神龍區 拖腳 又是這樣 上一場 谷草 千二米 擺在前面走 末段又輸得不遠的 街之武士 今次又玩什麼 玩轉場增程 這些馬不可靠 排個十一檔 組斷 看看有沒有機會 放到頭走 如果放到頭走 跟我剛才說的 古惑 萬尼高 一起在前面取得 它還有些邊線機會 外地贏千四千六 看看這個馬房很流行 熱了西一場之後 馬就有東西看 看看今次這隻馬 可以不可以 好 好 好 接著到我了 我推介第六場的 四班千四米給大家 這場 就是 那些馬 大部分都是不厲害的 都是一面倒熱門 應該都是四號的精算風暴 是 蔡漢 莫雷拉 馬一出又有表現 基本上 都是 各類樣利好因素 在一起 熱 都是預期的 我也是那一句 我不覺得它熱得過分 但又是那一句 會不會買其他馬的PACE 已經好過買它VINGAR PLAY 投注策略上 其實最重要是 不一定是那隻馬要跑出 尋找投注空間 希望大家聽眾 吸收到這一方面的東西 那馬膽 半冷膽 我選擇一號的正本雄心 大家都知道 我剛才也說了 我這很看重的就是 潘明輝和毛顯東 這兩位建築生的減榜 因為對馬來講 這些減榜 是相當相當之有利的 隨時差幾個馬位都不站 因為有些馬 根本就是 背輕幾磅 完全跑出來的水準 可以完全不同 其次就是 始終 我做過統計 四歲馬的穩健性 始終是比三歲馬好 精算風暴 前景一定是很好的 但他始終都是一隻三歲馬 但正本雄心 有路程根據 今季也當打 用到毛顯東減榜 我覺得在這裡 絕對足夠力一增 因為他在千四米的表現 絕對不差 我們看一看片 看看他千四米的表現 今季會贏的演出也很穩勁 現在排在四五位的二碟 正本雄心 貼欄有一隻 誰得福 前面放頭這隻是子專大師 後面是幸運大興 接著貼欄是郭威豐 現在在第五位 你見到布達德也好整以下 後面有一隻 八森之王現在都在湧上來 入到直路 其實兩隻馬已經是 是覺得很有機會穿握的 是呀 八森之王也是四班正宗的 披士王 拿他來做指標就可以知道了 他力拼之下 都是贏的 瑞德福也在四班 都沒有級數的馬 可以回來 剛日有聽過我們節目也知道 我自己個人對布達德的騎工 都是有一點保留的 但是布達德都贏得的馬 無險冬騎回來 應該還會好些 再加上 今次減了五磅 對這隻馬很幫助 上次為何會輸得這麼滑 有可能是重磅 摘死了那隻馬 不太行 也有可能 他全程是走三碟 根本是虧不起 希望今次 排檔好些 換了一個人 我剛剛看了賠率 獨贏二十幾倍 我不與他贏 但比賽有五十幾元 也能買過 對吧 那腳買甚麼 還是要選擇四號的精算風暴 這段影片交給Angelo 好 去一去片 早段都比我落後 那場一千二百米的賽事 現在黃帽的精算風暴 看看他入席路的制御又如何 他的難度比平海福星不差得很遠 現在貼欄 尾爾 六三 前面有甚麼馬 深紅色三 同寬樂 外面六三 天二 前面這隻 紙紙地就的 就是轉得厲害 前面放頭 那隻手錶 他拍著一隻萬事人放頭 這裡 惡夢都未開始 但是他轉彎 你看外面有些天意 那些都在那裡 基本上這個位 沒有機會篩出去衝 沒有得篩 那怎樣 現在跟著同寬樂 幸運星星後面沒有位 昏薑 納兩下 跟著幸運星星沒有位 移入一格 跟同寬樂沒有位 再移入 又沒有位 那怎樣 再移出 再跟著同寬樂 這裡打燈了 那隻幸運星星不多 終於有位子撲上來 光是昏薑 還未落邊 那就已經跑到第四 如果你看看側鏡 我們看側鏡 你看看他進到直路 這裡百五米 先撞開距離看空 這裡還要看一看 100米這裡 才真正確保 跑線 開始騎 這裡其實已經跟同寬樂 差了過幾碼位 債退 最後跟同寬樂 基本上差不多 同時間到終點 再看前面 那隻轉得厲害 快你 兩隻都已經跑掉了 你看看精算風暴 你撲上來的勢力 有多厲害 可以回來 可以回來 所以1.5倍 獨贏 就這樣就跑了 對 千多萬 可以說 買了的朋友 眼光是沒有錯 但陣上的意外 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衡量 始終是一定風險 所以買馬都是要臨場看賠率 這隻馬這次增情了 變數一 十三檔 不過幸好是斯蘭 有得追 他又可以追 十三檔我覺得都可以 前景這隻馬當然好 看看他贏 我不意外 但如果其他馬 比其他馬更好 不如從其他馬 動到跟著手 好了 這隻馬一定要拖 因為真的厲害 另外 配角方面 選擇 剛剛贏了馬3號的紅旗星將 因為始終剛剛贏了 其實這隻馬一直都跑快活谷 大家又是洗了大家的腦 可能覺得 會不會快活谷好些 誰知道原來 拿回生田賽職 一點都不失禮 結果上一場 一夜就在這個路程 就搞定了 我們看看他怎樣跑 他上一場是改跑法的 跟著在前面走 現在有個 頭頂有升的紅衣 紅旗星將 對 安上人 也是今場的梁家俊 那一場他騎得不錯 一路都後追 追不到 不如今場 放頭走 放頭走 他又可以 沒斷 不斷 後面的馬 追上來也不簡單 尤其是內蕩那隻 內蕩是幸運時代 外面有一隻 帝星之星 還有黃三那隻 魅力之寶 對 你不撇開那兩隻 這裏都是幸運時代 跟你兩隻馬 叮噹馬頭爭的 其他馬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威脅 既然是幸運時代 你都可以醃到 今天可能 一兩倍 紅旗星將 贏完再出 沒有理由太冷 當然 遇到精算風暴 這些馬 賠償到一邊 是沒有辦法的 但就不應該 太看輕這些馬 可以回來 人馬也是合拍的 可能是他改拍法 有效果 但大家都知道這隻馬 是可以追的 他拾一檔 追也不奇怪 我們都分析了 斯蘭是可以追的 形勢上這隻馬是可以的 至於後面 再對下來的對手 我自己覺得 都是差一點 例如什麼 海龍 陽光 其實都會接近的 很聰明 都會接近的 但他們所面對的 對手 和千四米的能力 始終都是打了折扣 所以我也是看 高分一點的馬 就覺得有好處 既然選了一號 三號 四號 都要選了二號馬 神威浩翔 終於 減夠分 下來四班 我想幕後 都是等這一天 等了很久 很慘 他等到這一天 就對著精算風暴 是的 有時候會想 他攻還是不攻呢 因為現在的分數 比較尷尬 你說如果近距離 跑第二 你現在59分 再上去 又要上三班 輸幾場 所以真的很尷尬 但是馬房 也是言微之急 也是事實 也是 我猜馬房 我都希望他可以 我們再看片 然後 同樣的話 我們要再說一次 我們先去一去片 那場排的十四檔 變相 沒有辦法 因為過往贏馬 都是貼難 手很威風 上一場十四檔 那怎麼辦呢 迫著自己放在前面走 看一看片 看看他的直路 捱成怎樣 是的 現在前面這隻 黃帽 大家看看第二段 21秒19 就是因為他要割起來 第二件事 我們剛才重複了很多次 A欄放頭進來 要捱到尾 是很難的 好了 說完難度 有些什麼馬 這隻指眼就帝豪寶寶 外面戴白臂 精明才子 入面灰馬 飛升海船 還有一隻 紅眼罩 軍必勝 亦都是一組三班頂 很高水準的賽事 大家都看到 基本上 都是外面那隻馬 蓋上來 他自己捱到這裡 號稱 第五 實際和第三 都是差一個馬位 是的 那下班 其實基本上 都夠用的了 那 可以回來 最搞笑的是 你看看他過往這隻馬 就是跑這個路程 最好 再加上 內檔是比外檔好 這次 諾斑就撿了四檔 只是 不明白一點就是 國能騎 海龍不騎 因為 莫雷拉就沒有了 一定是騎精算風暴 國能曾經都贏過 但是這次又說 不敲 是的 可以回來 但是四檔也是 進我攻 退我手 即是長次 也是可以的 這些馬 都要選擇他 程義傑 我對這個 尼瑪斯 始終要有些支持 他幕後 又拜神 都是想 有進帳 去他的提示推介 去他的福圖 第六場 我的推介分別是 1號的正本洪森 2號的神威浩場 3號的紅旗聲將 和4號的精算風暴 馬欄方面 我想試一下 1號的正本洪森 冷披 當熱溫度 可能可以 看看是否1,2,3,4 歌是有你唱的 好 可以回來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個星期三 又有8場的跑馬地野賽 今次不是泥地野賽 而是跑馬地 星期二晚再跟大家見面 另外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 一級賽馬方程式的訂戶 記得訂閱 因為我們3月的 一級馬王爭霸戰 又開始了 明天就開始了 總之未入錢 快 就有得玩 一千元等著你拿 今集時間差不多 拜拜